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的磁砖设计的例子 这是我们的原始data 一共有126个data 那么你要做变异分析 你需要这些全部的这些基本资料 包括每一组实验 18个实验里面每一组它的平均值标准平差 然后总平均 这126个data的总平均 然后再加上一个response table OK好 我们的变异分析表 长得像这样子 第一个column 列出每一个控制因子 abcdfgh 我们有八个控制因子 再加上误差 然后最后是总变异 OK好 我们这里多了R 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每一个column 每一个factor或者误差 每一个sum of square把它写下来 每一个degreeof freedom把它写下来 OK好 这时候你如果把sum of square 把它累加起来包括误差 然后呢 来跟这个total来做比对的时候呢 发现呢 这不太一样 我指的是这八个控制因子的sum of square 再加上一个error 你会发现不太一样 少了一点点 OK 如果你把total把它剪掉这些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还有一点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 others 同样的自由度也是一样 如果你把我们的所有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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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子 然后再加上误差 加起来之后跟125 不相符 相差了两个自由度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叫做 others OK 我们来检讨一下这个 others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啊 我们知道L18表 我们知道你中18的填满 你并没有使用到所有的自由度 还有两个自由度你没有去使用到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一般而言如果 那我们也知道这两个 这个交互作用 这个这个 没有使用到这两个自由度 事实上是A跟B的交互作用 OK 如果A跟B的交互作用不大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呢 这些sum of square 会不大 会很小 所以从这个值 你可以看到它的交互作用 算大 还是算小 OK 自由度永远是两个 因为呢 交互作用是两个自由度的 OK 所以我们 但是这个 others 的sum of square 跟自由度怎么计算呢 OK 啊 我想比较简单的方式是 你直接用total 我自己把它剪掉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东西 我们 我的建议是直接用这样的计算 这 others 会产生有这个 others 并不一定只有L18表 那么所有其他的指甲表 只要你没有完全利用到 所有的交互 所有的column的时候 那么你没有用到那个部分 都是归类到这个 others OK 譬如几个例子来讲 你如果使用L8表 L8表有7个column 如果你只使用到了其中的五个column 那么另外两个column 没有去使用到 那两个column呢 就会是 就 就留在这个地方 不管它自由度多少 sum of square 是多少 那这sum of square 代表含义是什么 我们知道 你没有使用到的那两个column 它可能是某些控制因子的交互作用 所以如果那些因子的交互作用不大 那么你都会 你会发现这些 others 实际上是不大 但是如果那些交互作用是蛮大的 那么这些 others 就会蛮大的 所以这些 others 你可以去判断 你没有使用到的那些column里面 所代表的那些交互作用 它到底是算 它是大的还是小的 最后 我们也是一样 可以计算出 这126个data 它的variance 从这个地方把它处理这个地方 这代表这120个data 它每一个individual 它的variance 那这个数目当然开根号以后 当然就是标准偏差 这126个data 每一个individual data 它的standard deviation